這個節目為了他就是夫妻師 其實我覺得錄這個節目 大家可能還不太知道這個節目的內容 但是相信大家看過這個節目之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會讓看的觀眾充滿了幸福 然後會覺得很想珍惜旁邊這個人的一個節目 因為我們節目不是只是玩遊戲 其實講他玩遊戲其實遊戲它只是一個過程 其實我們是希望透過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看到夫妻之間他們的互動 然後聽他們講他們的故事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在錄的時候 每一集當中都有很多的夫妻他們都感動到落淚 然後有時候甚至看到老公平常可能對老婆沒有太多的情緒的表達 可是透過遊戲他會表達出關心 那老婆就會很感動 所以這個節目其實是散發出一個濃濃幸福感的一個節目 就是普遍如果大家會去思考的邏輯方向 好像都會以為就是說用遊戲然後讓夫妻好像有爭執或幹嘛 但其實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遊戲只是在幫助夫妻之間讓他們找到彼此的那種親密感 然後更緊密的情感 所以遊戲是一部分 當然節目最主要的精神還是情感面 它是一個有生命有人性的一個節目 所以可能會跟大家想說 是遊戲節目比較不一樣 其實最希望提供的是一個紓困的節目 就是呢 因為我們的獎金很高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很多的這個觀眾朋友們 夫妻們可以透過我們節目 當然可以拿到獎金之外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因為其實夫妻相處久了之後 往往都會覺得變得比較平淡 都會講彩米有點醬醋茶相關的一些議題 可是其實當初兩個交往的時候 一定常常出去約會 常常一起玩遊戲 那那個感覺很快在婚姻當中 或許有小孩等等就不見了 可是其實來錄這個節目透過玩遊戲的方式 你會找到那個初衷 你會看到兩個人互相有那個感覺 那我們自己是覺得 這個節目我們兩個非常的喜歡 然後在討論節目內容的時候 每一次討論我們都好興奮 因為我們覺得有一個這樣子有血有肉的遊戲性節目 目前說實在老實講在台灣沒有 對不對 談話性節目很多 可是遊戲又讓你可以有感情的 真的只有幸福保衛戰 目前現在錄了幾集 還是今天才開始 目前我們已經錄了 昨天錄了 昨天已經有錄過 然後今天也會錄 所以暫時應該就是先這兩集 然後後續的時間還是會每週都有這樣 對 我們認識十多年 現在那個默契應該都超級好 好的不得了 對我覺得 我就還在講這件事 我就說 通常主持一個新節目 對於主持人來講 最大的問題就是 除了他本身要跟這個team 跟這個節目磨合之外 他還要跟他的主持大黨磨合 不管誰主誰負 或者說誰是負責什麼 都需要磨合時間 但我跟仁府的大仗 就確實就只是單純的 就是我們跟製作單位 然後跟大環境的磨合 主持人本身不需要磨合 因為我們已經就是 彼此都會知道 比如說看完Round Down之後 或者說看完節目的結構之後 就會知道說 我的角色是什麼 我這個時候要扮演這個 那有時候再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我們幫忙他什麼 他幫忙我什麼 這就是一個我覺得 非常難能可貴 在這個圈子裡面 我認為是比自己的家人 還要親的家人這樣 在我的人生當中 跟我老婆講 就是最親密的人 除了我老婆之外 第二名就孫協志了 真的啊 因為我們從你看以前 兩個一直就是一直到現在 然後兩個人一起主持節目 然後像主持一個新節目 往往會擔心要怎麼樣發揮 要怎麼樣搭配 可是跟協志我們兩個 昨天錄安穎 我們兩個自己在討論說 欸其實 真的耶 有的彼此就很舒服 對 就完全不擔心這件事 可是兩位大黨十幾年 然後主持過那麼多節目 有 有吵架過或有爭執過嗎 一定有啊 就是都是會有 磨合都是屬於工作內容 對 比較不會就是吵到 兩個人都不開心 應該說是爭執啦 對 就是對於各自的意見上 你會覺得說欸不對這樣不好 然後兩個就有爭執 可是不至於到 吵架怒罵這種是沒有過 就是單純的工作夥伴上的溝通 都誰聽誰 沒有 不一定 他是看誰建議 他可以說服我 我就喔喔喔喔喔 對這不錯 我也是相對的 就是他可以說服我 我覺得OK 對 那在玩遊戲的時候走心嗎 有時候也會啊 哈哈哈哈 就錄安穎也是會很生氣 喔什麼啦 怎麼會這樣 你剛這樣子啊 可是你就知道 就錄完影就馬上去 我覺得男生就是有這點好處 對啊 講了就好了 打球也是一樣 打完球了之後 兩個人會生氣 可是隔天又約打球啦 對啊 對不對 打完球那天就說 明天不找你了 可是隔幾天 女生不一樣 我們是從組團的時候 就很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溝通方式 因為我又是團隊裡面帶頭 所以我們的溝通方式 就是說 你只要有哪裡 覺得不舒服不開心 或是剛剛 誰做了什麼哪裡不開心 講 當天就講 那男生很好處理 就是講開了 化解了 就沒事了 他就不會就是說 比如說憋了十次之後 突然之間就拿了 寶特瓶就往地上摔 這樣子三字經標出來 基本上是不太會這樣 對 就是說了就會沒事了 很小一個搭檔 合作二十年齁 怎樣 我以為你要切什麼話 不是 本來是新節目 然後你這樣聊一聊的時候 我有點覺得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也是 會不會是我們兩個的幸福保衛站 他們聊一聊 我們就聊得好感性 來的都是夫妻 但我們兩個也形同夫妻啊 是是是 對啊 只是 不是 兩個男的這樣講 有點怪 對 partner partner 好partner 其實喔 我真的比較像老婆 沒想過 我真的比較像老婆 因為以我囉嗦的程度 跟 對啦 如果這樣講 他就什麼都要管 對 通常老公比較不會管那麼多 對不對 對 反正我都是 我主外他主內 對啦 我就是 屬於那種把家裡打點得很好 讓他安心的在外面拚命的那種 對 對 看到名單不會覺得 又是他 怎麼又是他 其實不會 因為我覺得找鞋子來 我覺得很棒 因為這個搭配對我來說 是最熟悉的嘛 對 然後跟鞋子一起搭 我覺得就是很舒服 然後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默契很好 我們兩個常常就是 不管任何一個節目 不管遊戲性的 或是我們一起上節目 有的時候只要鞋子開口 我就大概知道 他要說什麼 那我就知道 他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 那我有時候我講話 我也知道 我才講沒幾句話 鞋子就接了 把我可能 剛剛想要表達情緒 不完整的他又補上 對那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 很好的默契關係 然後 這個工作習慣是可以 一種默契熟悉了 那你就會開始變成 安心感 安心 會變一種習慣 會有一種安心感 對你就會很舒服 親接主持 你比較安心還是可以 喔 老實說嗎 應該是跟鞋子會比較安心 因為跟他一起相處的話 我會比較戰戰兢兢 對 因為那是真實世界的老婆 對跟鞋子安心 跟老婆是戰戰兢兢 生怕講什麼話又得罪了他 這樣 什麼 對會害怕 跟他得罪了就得罪嘛 有什麼差 對 你在家也是聽老婆表演嗎 我是啦 我是喜歡念 像我的話 我是在家裡 我就是會很多意見 可是老婆說你管我 我就說嗯好 隨便你 就是我會表達意見 可是老婆也會告訴我說 她不想聽我的 那就尊重她 因為畢竟是兩個個體嘛 當然可以啊 對啊 沒問題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對啊 這個好像比較尷尬 我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齁 你一個人也可以很好的 我可以 不要常常黏著我 有時候要放我出去飛一飛 你盡情去跟另一半發展吧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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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停 不要嚇到摔手機啊 不要嚇到這 沒事沒事 沒有啊 這個還是以夫妻為主啦 對啊 就是 萬一未來啦 我如果真的 我如果真的結婚的時候 再 對因為我自己是覺得這個節目 是會蠻 蠻長久的 對 所以 對因為我說了 就是說節目 現在要做有人性 有生命的 有感動的 真的不多了 嗯 幾乎是現在真的放眼望去 大概真的就我們節目有 所以我覺得 有這一層 有這一層意義在喔 基本上應該 節目要長長久久是 是沒有問題的 演藝圈的夫妻 很少 很少嗎 所以我們有素人啊 對啊 所以我們其實組 應該是說就是各佔一半啦 因為演藝圈夫妻 你說少是也不少 但是就是說 還是會有用完的一天 可是你還是可以重複嘛 比如說 未來賽制 也會做很多的變化 然後 其實全台灣 我相信願意報名來的夫妻素人 素人夫妻應該就 都會蠻多的 因為幸福不局限於只有夫妻 有的時候是 父子 婦女 或者是情侶 他都是有幸福的 有時候你跟朋友之間 組隊來參加 他也是有朋友跟朋友之間的 回憶的那個幸福 我們就是把這個幸福的原則 用在每一個人身上 要珍惜你跟身邊這個人的那個情分在 那我覺得這個是 他可以無限延伸的 所以其實不大會局限在只有夫妻 只是因為一開始 夫妻的感情是最濃厚的 然後最容易失去的 因為最在身邊的人 你又最常常覺得 他在身邊你就會忘記掉 這個人其實是 你必須要最照顧的人 你反而很放鬆 可是忘記 當初你是花了多少精力 去把他追來的 對那個感情容易忘記 所以我們就以夫妻先下手 那後面慢慢的開始 就會有開放更多 不同的素人的來賓關係 來參加報名這樣 嗯 所以人府哥有說 這節目會讓那個 夫妻的那個感情 更加緊密嘛對不對 嗯 就看原本比較平淡的時候 可以來上一下 那人府哥跟季行傑有平淡過嗎 我們兩個喔 我們兩個 老實說 我們兩個到目前為止 還真沒有平淡過 我們兩個從結婚到現在 都是濃到不行 其實他們夫妻 我在看這麼多年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做了一個很棒的示範 就是 他們每一天 包括回到家 工作 據我所知啊 我沒有在他們家偷看 據我所知 他們永遠回到家之後 都有聊不完的話題 其實夫妻之間最棒的就是分享 不論今天我遇到了好的事 壞的事 回去就是跟另一半分享 那原則上 只要能夠維持住這層關係 基本上要冷掉也很難 對 因為都是在為了自己的生命 跟生活打拚嘛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有一個最困擾的事情 就跟我太太兩個人 每次我們都在討論說 我們可不可以趕快睡覺 因為我們兩個每次都是覺得說 好累喔 然後要睡覺睡覺 然後就一直聊聊聊 從11點說好聊到睡著到12點 欸不要聊了啦 然後聊到1點 哎呦怎麼聊 越聊越起勁 好起來喝杯酒好了 好喝完 好趕快睡了不要再聊 不要再聊了 對就是我們兩個常常為了這個問題而困擾 對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兩個就是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我覺得夫妻之間能夠一直溝通 然後一直分享 你就會那個感情就一直存在著 OK 之前有傳說本來是主持人是Gino 所以你們有聽過嗎 沒有欸 不知道欸 對啊 今天也是看了 就是有報導出來才曉得 因為 老實說也是一開始 我就知道說是跟仁府一起了 對啊 所以 也是談了一段時間才確定這個節目這樣 所以 也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那樣的消息出來這樣 嗯 所以仁府哥一開始是感情的嗎 我一開始知道的時候就是找我們兩個 因為他這個內容的企劃 就是跟我們兩個有關係的嘛 就是我們都要找幸福 然後我們兩個本身就是那麼多年的搭檔 所以我們的默契也很好 所以一開始我知道就是只有我們兩個 然後包括節目從最開始 節目的內容開始一點點發芽的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 然後再討論這些內容 因為這個節目我們不是只是來接 我們在一開始要接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討論非常多次 然後不斷的開會 不斷的開會 不管節目的流程 哪個地方要進音效 哪個地方要做什麼樣的效果 其實我們兩個都設計了很久 然後製作單位也安排了很多很多的會議 讓我們可以去開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我跟協志兩個人 對 好 謝謝 那這樣還有沒有 那剛剛有講到夫妻 夫妻一起參加 會不會希望就是小嫻可以帶金剛一起 有一天可以一起來 他們還沒變夫妻啊 對啊 我說有一天啊 當然 如果變夫妻當然就歡迎啊 對啊 聽到那個消息很驚訝 他們好像在我們那個飢餓遊戲 對 我們不知道欸 他們那時候剛剛 我們是演藝圈邊緣人 我們只負責把工作做好 其餘人家的什麼事 我們說真的 除非是不小心看到或是聽到 要不然我們真的很少去問人家說 探聽人家的私事 欸你現在是跟誰啊或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但是有就祝福啊 對啊 就是每件事 人生嘛 你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另一半嘛 對 那這才是人生的最終目的嘛 你工作做得再 身分再高 或什麼的 但是你終究 你如果是孤苦伶仃的一個人 走到最後一刻 那不是很可憐嗎 你還是要有一個很信任 然後很愛你的一個伴侶在身邊 我覺得我們都是非常祝福的 對 所以我們幸福保衛戰有一個slogan 就是呢 幸福保衛戰 愛你喔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把 愛你這個東西呢 時時刻刻掛在嘴邊 對 讓你旁邊的人知道 你是愛著他的 對 OK 好啊 謝謝